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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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本屆大敦国际美展 雕塑烈野的评审委员 也是召集人谢东良 那第一名的作品是 邱永鸿的作品 題目叫《形山》 雖然是用陶渡做的 但是它表現的不是一般的陶藝作品 是屬於形容上的 在作品的氣體表現的 跟一般的陶藝表現不一樣 是相當好的一件作品 第二名的作品是葉竹修的作品 名字叫做《智慧花》《無名草》 是屬於富文美茶的表現 也是蠻有創意的 第三名是呂俊逸的作品 作品叫做《成形之間》 它是做一個人體 動作很誇大 而且是生成一種很非常動態 和不安定的一種造型 雕塑的發展 可以說是第一個 它材料多元化 這個風格也是非常多元性 它不會像以前都是人體 而且都是寫實 現在什麼材料都有 創作性強 美材心 觀念心 這種作品比較會得獎 爺效果 此前 百年 建穢 很 有 有